什麼東西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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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睡在哪裡 睡在我們家 沒睡在這裡 因為我老闆回去 我正在寫東西的時候 忽然之間我想到 我昨天犯了很不好的錯誤 就是我在上課的時候 跟大家不是說到的 所謂生難生利 或是什麼 我最後講的是什麼 其實是這一群 怎麼樣子的基層的白痴 有沒有 這兩個字 我突然浮現出來昨天晚上 我覺得很難夠 要跟各位收聲道歉 為什麼呢 這句話表面上是在罵人 實際上也是自我侮辱 自己把自己的格降得很低 就是說 當我們這樣子 我講過的話呢 我沒有去看 沒有去看錄音 沒有去看錄影帶 可是呢 就是突然會夠力說 我有問題 所以如果以後上課 我有講任何錯 不恰當的話 請大家馬上 當場 有糾正 我就送你禮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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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覺得白痴 不一定是自我侮辱 我知道 自我鼓勵 我覺得也是一種精神的象徵 你看看 課表上定的今天的講師是 這個志豪 楊老師 還有呢 沒有沒有 你沒有沒有 對 沒有六的名字吧 有 精神導師 精神導師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講師在講課的時候 你就請你不要問其他老師 因為這樣子變成就是說 你就是對老師的不尊重 對團體的不尊重 同時也是自己的損失 那這個呢 我在想 因為我們在任何時刻 應該有一個自己的格調 那這些不帶外人給我們要求 而是自己應該是自我要求 我只是這一點 拜託 然後 下一次我上課的時候 我會準備一些禮物 如果 你們馬上糾集我的話 我就當場 因為這是一個做人 我在想起碼 那我講的就是這兩點 那今天 我們主要的課程 就交給這個 啊 蔡老師 交給兩位 年輕的 我沒話 謝謝 謝謝大家 好那個 因為我們 九點才開記者會 那 因為記者會 它其實就是一個公民行動 一個 一個正常的 一個民主社會 才應該有的現象 但是這個 這樣的行動呢 過去呢 常常被執政者拿來作為 污蔑 醜化這些人 那這些人 是真正 他在關心社會公義 公平正義的這些事情 所以呢 今天站出來呢 是希望說大家能夠真的 來瞭解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順便來瞭解 那為什麼這一群人 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等一下會有 柯紹貞律師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個法律層面的問題 就是等一下在記者會前面 我們就先來做一些 說明跟上課 這條路 你覺得 有多寬 有沒有六公尺 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那個六公尺好像 這個